结发妻子陈美琪因她终身补孕 绯闻女友关芝林为她背负涉献女神的骂名 再婚妻子薛芝伦也因她从天然美女变成网红脸 但这三个女人的牺牲都没能使她回心转意 如今年近70的她又恋上了年仅29岁的小女友 在万花丛中流连一生的富豪马清伟到底有多烂情 马清伟的父亲马锦灿坐拥多家房地产和银行资产 是香港60年代的五大富豪之一 含着金汤池长大的她从小就是人们眼中的顽固子弟 马锦灿艰难创业 所以她深知知识才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为了让儿子今后的人生道路走得更加顺畅 于是她决定将无所事事的儿子送到美国留学 希望她学成归来后能够独挑大梁 然而归国之后 她依然是那个纸醉鸡迷的青年 有扩烧的光环加持 很多女孩都主动投怀送抱 政治青春年少的她哪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自此她开始沉醉于香港灯红酒绿的画画世界 陈美琪就是这个时候闯入她的生活 那时的陈美琪是香港无限的立鹏演员 出道不久就与周润发合作参演了一部长达116剧的脸戏剧《强人》 相貌触动的她自然吸引了扩哨马清伟的目光 24岁的马清伟 身材还没有明显发福 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 可以说是香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情窦初看到陈美琪 在她猛烈的求爱攻势下 很快就沦陷了 1979年 二人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的陈美琪放弃了自己的演艺视野 做起了全职太太 为了配得上马太太这个称号 她还自学五国外语 公共马锦灿对这个锐意进取的儿媳 感到非常满意 有沟空撑腰 丈夫在结婚前几年 还不敢胡作非为 两人度过了一段甜蜜的婚后生活 本以为幸福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没想到 马清伟终究还是露出了她烂情的本性 1985年 马锦灿病逝 她分到巨额遗产 从阔绍摇身一变成为富豪 与此同时 失去父亲约束的她 也开始花天酒地 各种绯闻层出不穷 其中就属于 关之林的绯闻备受外界关注 当时的关之林号称香港第一美女 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的她 更加美艳动人 很多富豪都对她垂涎若渴 马清伟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的香港艺人都以嫁入豪门为目标 她豪至千金 疯狂求爱 关之林最终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 成为她的地下恋人 陈美琪每个星期的周末都会到澳门东亚大学进修 这正好给了两人秘密优惠的机会 关之林在她外出期间 经常以借蝶片的由头出入马清伟的家门 有一天 陈美琪从澳门回来 发现自己的鞋柜里的拖鞋出现在了客厅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后来 她又在床上发现了一根发丝 她确定 这不是自己留下的 为此 她也曾质问马清伟 却总是被她含糊其词地搪塞过去 但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丈夫偷吃的事实 还是被她发现了 两人为此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执 看着气不成声的妻子 她有些不忍心 发誓会断绝与关之林的关系 可没多久 她又开始到处招风影叠起来 有孕在身的陈美琪 经常会接到陌生女人的骚扰电话 骂她是花痴 还说她很快就会被丈夫甩掉 怀孕的那几个月里 她情绪相当不稳定 也因此动了胎气 最终导致小产 甚至再也不能生育了 这样的打击令她不堪重负 为了缓解压力 她搬到娘家静养 然而骚扰电话依然打个不停 甚至揪着她的痛点 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 后来在接到电话时 她就把对方的话录了下来 以此保留证据 遗憾的是 对方的声音是处理过的 根本无法辨认 但录音曝光之后 关之林依旧凭借着强大的动机 成为了众人怀疑的对象 她对此予以否认 还请了律师 亲笔写下 我没有勾引马清伟八个字 以正清白 丈夫毫无悔改之意 自己又不堪其扰 陈美琪最终还是结束了 这段维系了七年的婚姻 此时的她已经30岁了 虽然饱受婚姻的摧残 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 继续攻读东亚大学的MBA 完成学业之后 她宣布付出 重新踏上了她阔别已久的演绎之路 1988年 她在绝代双胶中饰演一花公主 1989年 她在连城绝中饰演了凌霜华 但都没有给人留下太大的印象 直到1992年 她才凭借新白娘子传奇中的小青一绝 重新登上事业的巅峰 1999年 她与美金花人齐上勇 细节连离 对她的孩子也是如己出 她非常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幸福 为此 她还在2004年写了一本书 叫《我的野蛮继母》 讲述的就是身为后妈的她 与孩子们的去世 后来她又收养了一个女儿 她十分疼爱这个养女 还专门将她的成长记录下来 并写成一本书 虽然命运给她带来很多不幸 但是她都坦然接受了 并继续用她的善良 感化身边的每一个人 认清了生活的本质 却依然热爱生活 这是她能够摆脱命运摧残的 关键法宝 作为外界周知的女友 关芝林却没能如愿跟马清伟走到一起 蹉跎了几年仍旧没等来名分后 她只能转投地产大亨刘鸾雄的怀抱 马清伟也再次以她风流的本性 结舍另一个小亲 薛芷伦 1963年 薛芷伦出生于香港九龙堂 这是香港著名的富豪聚集区 她的爸爸薛万康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她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千金 养尊厨佑的她没有千金小姐的任性 而是一个品学兼优 多彩多一的好学生 她不仅就读九龙名校 而且爱好广泛 从小就学习芭蕾 钢琴 游泳等课程 然而这位令人羡慕的小公主 也有自己的烦恼 小时候 她的爸爸经常在外面沾花惹草 母亲也因饱受冷遇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压抑的家庭氛围 让她对外界的生活充满了渴望 中学毕业之后 她选择赴美留学 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纽约大学 在那期间 相貌较好的她 也登上了香港杂志号外的封面 后来还成为著名发廊的广告模特 也是因为这则广告 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 让她得以进入TVB 进入TVB以后 她与林正英 周润发 成龙等众多明星都有过合作 然而让她一炮而红的 还是与王祖贤合作拍摄的《倩女幽魂》 虽然王祖贤最终经验的扮相 占尽了风头 但作为配角的小青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对于一个出出茅庐的演员来说 她的起点不可谓不高 可别人千方百计都想得到的资源 她说不要就不要了 因为她治不在此 父亲去世之后 22岁的她继承了大部分遗产 一月成为富豪之后 她再也不用靠拍戏成名了 有一次 剧组拿着剧本和合同找她签约 这是众多新人演员梦寐以求的场景 但她却耻高气昂地对导演说 我不想演了 你找别人去吧 然后她就开着跑车 绝尘而去 这样的剧情恐怕连导演都没想过 竟然会在现实生活中遇见 退出演艺圈之后 豪门子女该如何打发时间 维护继承的巨额遗产呢 事前想后 她开始频繁出入社交场所 年轻貌美的她 自然引起众多扩少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情场失忆的风流公子 马清伟 1989年 两人仅仅交往了三个月 就火速结婚 由于两人手段相当 所以这段婚姻维系了整整12年 在这期间 她还为马清伟育有两子一女 尽管如此 她还是没能挨留对方 在结婚的12年里 丈夫身边环绕着各色莺莺艳艳 绯闻从来都没有断过 于是 在2001年的时候 她果断提出了离婚 离婚之后 她顺利获得了一大笔赡养费 这让她在社交场合更加得心应手了 她的前半生过得实在是太顺了 以至于忽略了一步步逼近的危机 毫无准备的她被命运打得猝不及防 2009年 她被确诊为乳癌 可当她打电话给曾经的闺蜜们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陪着她照顾她 很多年以后 她在提及此事时说到 离婚之后 我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朋友 患病之后 连剩下的三分之一都失去了 病重无人照顾的她 只好养求前夫马清伟 看在三个孩子和12年的夫妻的情分上 她答应截削指轮回家照顾 在孩子们的照料下 她的病情有所好转 但五年之后 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 却成了惊吓 网友对病后初一的削指轮 进行了嘲讽 说她整形失败 才从一代名媛 变成了枯死舌尽的妖怪 对这样的人身攻击 她也进行了强烈的反驳 对于癌症康复者 应该要尊重 欺凌者的言论 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但你们的行为 是时候终止了 这件事一度被闹得沸沸扬扬 为此 她还被邀请参加美国的综艺节目 当时她拒绝了这一邀请 并回应称 这是治病用药时留下的后遗症 自己并没有整容 她还说 我得了这么重的病还整容 除非我想死 尽管遭遇了疾病的痛苦折磨 还因此被外界质疑整容失败 但她依然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 她都会精心打扮一番 虽然没有了曾经的天生励志 却也风采依旧 曾经 意气风发的阔少 马清伟 如今也是67岁的老人了 在出席儿子的穿业晚会时 她头发花白 大肤翩翩 身穿简约的白色T恤 也无法掩饰她的老态 一生风流的她 身边又出现了一位28岁的女伴 引来媒体的争相报道 幸福可能会迟到 但从来不会缺席 陈美琪现在非常享受 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中 薛芷伦走出了阴影 乐观面对生活 还被多次曝出绯闻男友 马清伟也老当义壮 迎来了自己的下一春 可以说是各有各归宿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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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